臺灣風塵泌尿學會 關心靈 歡迎畢律師 非常謝謝 謝謝高雄有這個機會來美多這邊 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個人的想法 那這個好像就是風塵六的標題說 要如何開第一槍 所以我今天不會講太... 我這個... 抱歉 這個 下次來 這個好 好 所以這個是風塵給我的一個 instruction speaker要講這些東西 就是我活著不要如何準備開第一槍 然後能夠用上課的內容 然後實際治療的病人 所以今天我大概就是這幾個 大概會講這幾個topic 在indication 什麼情況下 我們會考慮用這個免疫的藥物治療 那這些免疫藥症有沒有哪些病人的特性 他的比如說risk 會有可能不同的思考方向 那藥物的選擇 這有點敏感 但是可能還是要想一下 因為到底現在有哪些藥 可能是可以大家選擇的一個免疫的藥物 評估什麼時候 那開始變成做評估 那我今天大概 我不會用時間來講AE 因為AE我想這個免疫的藥物 大家常常在聽那個UC 反正這個AE不管是用在RCC 用在UC用在什麼什麼 他其實在AE都休想 我想都是一樣 所以我今天就不太在細講這個AE 那要用sequential or combination 我後面 我都會用一些實際我們換到的例子 來給大家分享說 這個病人我們是什麼情況下 會用這些IO 用了產生什麼 滿意的情況下 我做了什麼什麼事情 大概會用一些實際的例子 給大家參考一下 哎呀大家都工作很辛苦 所以這個是看風景 所以這個我去年 因為我媽媽80幾歲 然後帶她去瑞士玩 這個是應該是日內瓦湖的 大概清晨5點多 很早起來 因為慢慢很早起來 所以就坐在湖邊看湖 哇非常非常舒服 去瑞士我們在今天場中獲勝 今天要先準備多一點 這個是非常好玩的地方 這個剛剛瑞姐有講過 這個indication 這就是第三版 最新版的NCCM 我用紅色箭頭紙的地方就是 目前NCCM建議 可以考慮用免疫治療的一個 一個indication 比如說在femoral risk 你看他的建議的 他就不用 他沒有建議免疫治療 他還是建議TKI 但是在poor 跟intermediate risk的地方 他就有清楚的建議 所以這個時候category1 他就建議EP 加上NEMO 當然cowbo也不錯 這個都要在category1的建議裡面 在後線的話 如果這個病人用了第一線的治療 如果復發了以後 這個NEMO 這邊在美國 這個NCCM的概念 他是有category1的一個recommendation 所以大概如果說你要說 現在美國 叫做講NCCM的話 大概就這樣 像低線 poor or intermediate risk 的RCC 你可以考慮 NEMO 加EP 如果是second line 已經復發了 已經用了低線的TKI 如果復發了 你可以考慮用什麼 NEMO 當作一個第二線的一個美治療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美國現在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EAU 2018的概念 很類似 就是我紅色 黃色見口指的地方 如果是good risk 第一線 你看他一定都還是修成過 那第二線 你可以用cowbo在這裡 或NEMO 都可以 那intermediate跟那個poor risk 其實他第一線一樣 他就可以建議可以用一品站EVO 那當然第二線以後 你要用什麼都沒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沒有看它的差別 就是在EAU跟NCCN 第一線你要用免疫的治療 只能挑intermediate跟poor risk 第二線都可以 你可以用NEMO 什麼都可以用 那為什麼femoral risk 在第一線不建議用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在這個chermain214裡面 NEMO加EP 跟對照組酥成之間 都是100多個病人 可以看得到 你看他的response rate 在EAP加NEMO 29% SUTTON TKI在femoral risk 真的是不錯的藥 真的不要把這個藥 雖然有那麼多 但是他還是很好的藥 你看 將近50多%的一個response rate 那所以 不管response 還有甚至PFS femoral risk survival NEMO加EP 都比SUTTON 差哦 差哦 活比較好 還活比較白哦 所以實在沒有理由 在第一線Femoral risk的病人 叫病人去花錢做EP加NEMO 反應率比較差 PFS比較差 比SUTTON差哦 所以這群的病人 沒有什麼理由去用免疫治療 但是 可能還是有一些些 真的就一定這樣子嗎 Ovo survival 其實沒什麼差 你看CR rate 雖然他整體反應率不是那麼高 但是 用免疫治療 有相對比較高的CR rate 有11% 但是SUTTON 大家用過SUTTON都知道 用SUTTON 要用到整個所有的總格上 就算乾乾淨淨 幾乎很困難 所以CR rate 用免疫治療 會比較高 那這個 將來有沒有辦法 再追蹤個5年10年後發現 這一群達到CIA的病人10% 將來你也說不定 有8%幾% 將來一輩子都長期存活 不會死掉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這個 還是要等著TRAP 214 所以說5年10年以後 或許前面3年 前面2、3年在看 EPE加NEMO 比SUTTON差 但是有沒有可能 到了第10年以後 用免疫治療 有一小群病人 都不會死掉 一直活下來 但是SUTTON 雖然前面活得還不錯 但是大家都知道 用SUTTON的病人 一定慢慢凋亡 慢慢凋零 慢慢凋零 所以有沒有可能 到5年後 8年後 有黃金交叉 然後過了10年 20年後 用免疫治療病人 有10% 一輩子都活下來 有沒有那個可能 我在想 可能是有 那 這對全面214 這個就是用EPE加NEMO 放在第一線 前面講過用Favorable 他比SUTTON差 但是放在intermediate risk 或是poor risk的病人 他就比SUTTON好 這個是Ovo survival 這個有差異 這個TFS差異的更大 差異更大 但是在Favorable risk的這一邊 右手邊的這一邊 你看Ovo survival SUTTON跟EPE加NEMO 其實是一樣 那PFS 開始的時候 綠線在下面 綠線是EPE加NEMO 他在下面 黑色的線是SUTTON SUTTON在上面 但是呢 到這個地方來了 好像 有一點點 是不是要交叉的感覺 我不知道 在將來最終的三連下去以後 會不會綠線是一直走下去 但是黑線一直往下掉 那這樣子 就是或許將來 或許 將來或許會被改觀說 EPE加NEMO 雖然早期的data不太好 前面的看不太好 但是終究有一群病人 所以這個要反應不錯 甚至有機會 一輩子治不定就好 說不定 那在三年的追蹤下來 那可以看到一些現象 左手邊用那個粉紅色 咣咣咣起來的 就是用EPE加NEMO 右手邊 那個是用SUTTON 所以可以看到這三群 三群不同樣的一個不同的變化 第一個 用EPE加NEMO的 有很多的病人 能繼續接受在治療 表示什麼 理療5號 所以就繼續用 一直用一直用 一直用下去 所以你看第一 最上面那個框框 最上面那個部分的病人 特別的多 那SUTTON 大家都知道 永遠被撒尼 大部分病人 大概都PD了 所以能夠繼續用SUTTON 病人相對非常的少 第二個 停藥以後 不需要再做任何治療的 你看喔 在EPE加NEMO 突然停藥了以後 還有一大群病人 不用接受治療 但是SUTTON 停藥了以後 很多病人 就要再做下一線的治療 所以這個不太一樣 那 接受第二線治療 用EPE加NEMO 就紅色的BAR 相對很少 但是 右手邊 用俗層的話 很多病人 就需要用到第二線的治療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我們不知道 大概都心裡都有出來 這個藥很有效 有效的病人 當然可以繼續用 然後 複發的相對少 就算停藥了以後 需要用到第二線治療 他們也比較少 所以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 對我來講 這算是一個蠻SUTTON的DATA 在第一線 針對POOL 或ITPICT RISK的RCC NEMO加ET 真的是比SUTTON 看起來是要好 非常的多 那SAKOVA TOE的SUTTON 我們就知道 我今天可能沒有時間講 那個EMOTION的 TEDLE的一個人 因為那個SUTTON 因為那個SUTTON 我就側面了解 所以很像Rush暫時不想要把他推上來 他們要等這個EMOTION STUDY 可能要再過兩年左右的最終 他們想要看看 有沒有OVOL SURVIVAL的MENOVING 如果有OVOL SURVIVAL的MENOVING 他們才可能會退上來 所以 那ARTERO他當初在 剛在ASKUG剛發表的時候 他提出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他對SAKOVA TOE的RCC 特別有效 所以咧 這個EPITANIMO 他們也回過來看 所以我放在第一線 是不是對SAKOVA TOE有效 所以我看起來 綠色的BAR這邊 如果這個病是SAKOVA TOE的這種RCC 他反應非常的好 他的RESPONSE RATE CR RATE可以到18% PARTIAL RESPONSE可以到38.3% OVER RESPONSE 56% 因為大半的病人 用EPIT加NEMO都有效 相對於SUTTON 大概就有什麼有效 所以表示 對SAKOVA TOE的RCC有效的 不只有ARTERO加AVASTIN NEMO加EP 看起來也是一樣的 非常有效 其實看起來 其實還有包括其他 的immunotherapy 好像對SAKOVA TOE的都不錯 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這一型的病人 真的可以考慮用SAKOVA TOE 包括等下我講的PANGURO加AVASTIN 通通都對SAKOVA TOE有效 或不錯 他Survival你看 如果是SAKOVA TOE 綠色的線是EP加NEMO 黑色的線是SUTTON 你看不管是PROFREE SURVIVAL PROFREE SURVIVAL PROFREE SURVIVAL 都拉的很開 所以表示說 針對SAKOVA TOE這一型的RCC 在第一線就給他用EP加NEMO 會比SUTTON好非常的多 那這是次族群分析裡面 如果說 你要看看 interminium PROFREE SURVIVAL 有沒有哪一些病人 可能對這一個藥物 免疫治療 又特別特別的好 這個地方大家稍微要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 這個在我們臨床上 我想對我們會有幫忙 EP加NEMO 我老實講 我以前打過是 NEMO 1-3 那種治療 真的我覺得不太人心 讓我打起來 病人複製有好多好多 但是你用NEMO 3 1-1 相對 毒性比較小的這種免疫治療 大家看一下 如果病人在75歲以上 他的這個曲線 他這個BAS 剛好這跨中線 只有在65歲以下的 非常偏 左手邊 也是就說什麼 年紀最輕的病人 用這樣免疫症的組合 或許可以拿到最大的便利 一旦病人年紀很大了 75歲了 那個點剛好在正中央 標記一下 抗力這種的治療 用蘇疼 跟用EP加NEMO 可能差不了太多 我個人的解讀是 如果一個病人症年紀大 可能不要太隨便嘗試 EP加NEMO 這樣子的一個免疫症的組合 BMAIL看起來好像比MMAIL 好一些些 那這個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大家可以參考是 PTL1表現比較高的 是下面這個 這個點 這個地方 這個是PTL1表現高的 好像對EP加NEMO 會特別的有效 Sakoma Toil 會特別的有效 那沒有禮拜的會很特別的有效 所以我想大概這給大家參考一下 要用EP加NEMO 放在第一線 的這種 intermediate for risk的一個RCC 不要挑太老的病人 不要挑太老病人 那如果是相對年輕的 他PTL1表達又很高的 這個病 或許是最好的一個candidate 來做EP加NEMO 那另外一個 如果放在二線 前面講的是第一線 用EP加NEMO 當作第一線的治療 那NEMO 這個他們都拿到許可 都拿到FDA的 剛剛TrackMate 025 放在第二線的治療 那他就知道 第二線的最標準的對照組 就是Evronymus 那所以NEMO 比像Evronymus 一樣可以看得到 上面那一條藍色的線是NEMO 下面黃色的線是Evronymus 看起來了 不管是Program Free Survival Over Survival 都有差異 而且不管配能是PTL1 大於1%的 小1%的 通通都拉的開 所以表示說 NEMO 你要放在第二線 治療 RCC 有沒有需要太多注意 PTL1的表現的量 其實不太需要 PTL1表現大1%小1%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你看 這個放在第二線的治療 大家覺得這兩條線 有沒有像剛剛前面 拉的非常的開的感覺 其實沒有 你看前面那一張 你看前面 如果你看看那個 看CM214的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嘴巴拉的非常的開 這兩條線拉的非常開 綠色的線跟黑色的線拉的非常開 但是你看到這兩條線 有沒有拉的很開 這兩條線拉開一點點 然後就持續一邊一邊一邊 沒有一直持續給它拉開 所以我們實在不曉得說 有沒有機會 到了 譬如說這上次兩年多而已 到了4年5年 會不會藍色的線 被人家跑拉破 然後黃色線 也會往下滑 真的就把這個 真的把這個比數拉開 不曉得 這個還不太知道 我猜應該是會拉開才對 只有一群病的 反應不錯 應該是還不錯才對 但是只是 我不曉得到底有沒有 所以 第二線 要放在RCC的第二線 不錯 PFS Oversal Level 都有Benefit 但是這個Benefit 在我感覺是 一些些 不是這樣子放在地上 差距那麼大 第二個重點 PD-L1 有或沒有 都不影響藥物的治療 所以就算PD-L1表現不高 你還是可以建議 病人用Evoluma 那Response Evololimus 大家如果用過的話 就知道 這個要看到Response 真的是尾無其尾 大部分就是病人 用Evololimus 只有穩定在那邊 穩定了三五個月 然後就PD了 大概就是這樣 也很難說講Evololimus 以後 哇這個病人總流消掉 哇消掉很漂亮 幾乎很難很難 但是 所以這個Response 大概就5% 6% 那你用了Evoluma 大概還有25%的病人 會有看到Response 腫瘤會消 而且消得蠻明顯 讓你看到有感 大概四分之一的機會 所以 這兩邊還說 NEMO還是有比較高的機率 看到腫瘤很有感的消掉 那Evololimus 大部分就是只有Stable Disease 這樣而已 好 Time to Response 這邊大家看一下 3.5個月 3個月左右 所以 通常都沒有問題 說我們什麼時候用了藥 什麼時候要幫病人做追蹤 如果最好的選擇 應該大概就是3個月左右 大概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Time to Response 這個是在臨床試驗裡面 我特別要給大家看 我們什麼時候 你如果真的用NEMO 到第二線 在這個臨床試驗裡面 你什麼時候可以看到Response 大家可以看 中間有一個白色的點 這個中間是白白的點 在這個臨床試驗裡面 它有固定的最終的時間 看到第一個Response 就出現了白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白點 什麼時候會出現 其實是多久 大概8個禮拜 所以就是說 在臨床試驗裡面 它大概設計 兩個禮拜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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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四次你8個禮拜 好 我先給它做一個Stage看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病人 其實在這個 紅色鏡頭標的這個是8個禮拜 然後一部分病人在16個禮拜 那大部分的病人 都在這個時候就有反應了 你說等到16個也很後面 才看到反應的 這個相對比較少 所以在食物上 我們病人都要自費 之前都是自費打這個藥 我們大概啦 我們大概啦 習慣上如果打到3個月到4個月 還沒有看到Response 我再會叫病人 就不要再打了 你如果大家要再打 要考慮 要不要加個什麼變療啊 或者加個TKI 再加個什麼 看你有沒有機會 要不然光剛才打一個immune 4個月沒有效 會更有效的機會 我想不會很高 那這個也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一樣 在次族群分析裡面 我們要叫一個病人 用尼火魯馬 當作第二線的治療 有沒有哪些病人 可能會比較有Vanerby 有沒有哪一種病人 可能會相對比較沒有效 所以這個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後面最左邊 這個粉紅色框框的是什麼 上面的是什麼 這個是 慘了 這個眼睛實在看不到我寫的 這個字好小 或者記得下面這個是 上面是Favoril Risk 下面是先前用過舒腾的 所以如果這個病是一個Favoril Risk的 F-R-C-C 好像這個Nivolum 比上Nivolum 好像沒有差太多 先前陰陰線 你如果是用舒腾 一樣感覺這兩條線 非常的近 所以這個就回到台灣的現實狀況 但台灣的第一線大家都用什麼 我猜啦 那不是用舒腾 可能會比爬州爬比較多一點 我再猜啦 這個人在猜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 在北南打中第二線的時候 你光用一個Nivolum 可能就比Evalonimus 就差這麼一滴滴 就差那麼一滴滴 所以我個人的自己的做法 但我會秀幾個Case 我很少用Nivolum Sinkal Agent 我習慣都加上TKI一起治療 看會不會有勝率高一點 要不然這個感覺好像差不多 那會不會這些 當然這差距就比較大了 如果是什麼 比較High Risk Pull Risk 像Pull Risk 這個Nivolum 最右邊的Nivolum 病人先進入的什麼治療 有可能會影響到你後面下一線 用Nivolum治療的一個效果 好 那如果放在第二線 光用Nivolum alone 剛剛前面講 Nivolum 65歲以下看到很好的Venefit 75歲以上 看不出太明顯的Venefit 但是Nivolum 有沒有看到這種年紀的現象 沒有喔 表示說不管什麼年齡層 用Nivolum 都比Avlonum比較好一些 那用過一個 或用過兩個TKI 好像也對 沒有什麼影響 也就是說 病人像台灣 但第一人用Suten 然後有些人說Suten 就給他用跑左跑 用第二個 然後後來又可以用Acyclu 他用過兩個TKI的 所以單獨用Suten Fail了以後 就直接來用Nivolum 如果到這個 臨床線看起來 次主角分析 好像沒有差太多 也就是說 Suten用失敗了 剛剛玉杰有講 電線可以換Acyclu 我也是比較喜歡Acyclu 我覺得對Avlonum 好像剛剛比Saw 也換球箱 這兩個都失敗了以後 再用Nivolum 會不會比較不好 其實不見得不好 反正兩個TKI Fail跟一個TKI Fail可能差不上太多 但是就是前面有用過Suten 可能會相對 Benefit會小一些 好 這個是馬特喉風的倒影 如果天氣很好 沒有被影子震住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漂亮 那個山風的一個倒影 其他的TKI 這邊介紹其他的TKI 前面都講Nivol 為什麼 因為Nivol 唯一是拿到FDA Oven Indication 就只有Nivol Temporal我相信一定會拿到 很快就會拿到才對 Temporal的Single Agent 單獨使用 就是Kino427 在一個Phase 2 當作Foundline treatment 在這個治療裡面 他的Response Rate 在Intermediate跟Poor Risk裡面 他的Response Rate有42% Single Agent 我們搭配 就有40幾%的Response Rate 其實相當不錯 我剛才有講過 TDI inhibitor 不只Nivol 其實你看Pepro 他在這個次數群裡面 雖然只有11個病人而已 在這個小的Phase 2裡面 只有11個病人而已 所以大家這11個Sacoma Toil裡面的Response Rate 可以到64% 所以不管Pepro 他剛剛前面的Nivol 都不錯 都是其法 一半以上病 所以Immunotherapy都會有效 所以我在想 如果真的看到Sacoma Toil的RCC 或許Immunotherapy 是一個非常合適的一個治療 Nivol是這樣 Pepro也是這樣子 這個是今年他剛剛發表在AGM Keynote 426 就是Pembrolydum 搭配Acytinib 放在第一線治療Metastatial RCC 第一線 這就是第一線了 所以 這個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一個療程試驗 大家可以看 這個PFS2x8的開 Ovo Survival 兩個也有拉開 所以我猜 這個應該很快 可以拿到MDA 跟Om的許可 所以我們將來 就會有兩個第一線的選擇 一個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 EP加Nivol 第二個選擇 就是Pembrolydum 加Acytin 這兩個可以當我們選擇 這個是我手上的病人 這是我手上第一個 RCC 用TKI 用那個Immul 就是這個病人 之前還沒有使用過 唯一的病人 就是參加臨床試驗 我覺得我的病人 參加臨床試驗 運氣都不錯 等一下會做幾個Case給大家看 食物上在現實的時候 會用好像沒那麼好 但在前面超市驗 為什麼不會那麼好 我可不懂 58歲的男性 這個就是一個Stock-Holbar Toyle的RCC 一開始來就是Multipole Lung Lum Metastasis 在2016年11月診斷 所以那時候就參加了Tino426的Pembrolydum 的一個試驗 這個病人運氣不錯 就分配到Pembrolydum 這一組 這個病人就開始用了 這是他診斷的時候 這MDS 綠色箭頭的中隔墻的一個淋巴 黃色的就是中隔墻的淋巴 結果三個腮口 右手邊是接過三個腮口 那淋巴都很明顯的變小 他看這個更清楚 讓你變成Nodeal 第一個章是11月17號的CT 第二個章是2月9號 總之更多久 有三個月不到 就是在8個禮拜 你看那個Nodeal 在第二次的 在第一次的Follow的時候 就全部都消掉了 全部都消掉了 全部消掉了 第一個Pembrolydum 就全部消掉了 那這個病人出現了什麼AE 全部都是Assistent的AE Handful Syndrome 一大堆 那這個病人 就像剛剛玉姐講的 這10mm Assistent裡面 絕對可以降量 减降量 臨床試驗可以用到2mm 都可以用了 所以這個病人走10mm 後來這個病人到目前吃6mm 這個病人還在臨床試驗裡面 這個臨床試驗裡面 他的Pembrolydum 是治療2年的期間 所以這個病人 已經Pembrolydum 已經結束了 應該再確診就結束了 現在還在吃 Assistent 現在最近的Follow還是CR 還是沒有看到那個腫瘤 我不曉得會不會複發 不知道 這個病人就在臨床試驗裡面 還在追蹤 所以看起來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才會覺得 哇 TKI加上一個免疫 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哇 非常非常神奇的反應 就是這樣 兩個月追蹤 就全部乾乾淨 就是這樣 預期好的話 就看到這樣子 一個很dramatic response 這是我自己 這個不太應該 兩個我連床試驗放在一起比 但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沒有說來一個要好快 一瓶加Nemo Pembro跟Assistent裡面 都是第一線的治療 放在第一線治療 RCC 這兩個疊瘡試驗 我們可以學到一些什麼東西 大家稍微瞄一下看看 Keyno 426 Pembro在Assistent裡面 他的Pembro跟Assistent 他的Response Rate 53.5% CR大概5-6%左右 Suten呢 30幾%的Response Rate 這沒有什麼Hard Ratio 那Nemo加一瓶 Keyno 426的Pembro 32% 你看 不差我 一個53 一個32 好 那PFS Keyno 426的PFS Suten 11.1 那在Chain Bay 214的Suten 只有8個月 那實驗組呢 Nemo加一P是11.6 這個11.6就等於Keyno 426的Suten 這個追蹤組 那在Keyno 426的Pembro在Assistent裡面 PFS15.1個月 Hard Ratio 0.69 B Nemo加一P 還要更低 All for Survival Hard Ratio 0.53 B 一P加Nemo0.63 還要低 Hard Ratio 我老實講 我沒有在RCC的病人用過一P加Nemo 我沒有用過 但是我自己私人 這個私心 當然 因為我覺得用TKI加上一個免疫药物 真的 很有效 很有效 另外幾個可以考慮解讀的地方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年紀 剛剛講過 要打一P 年紀如果太大 真的不合適 但是Pembro在Suten 65歲以上的 還是都有Benefiel 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是Favorable 對 在Pembro在Suten 只要有TKI 其實我在想 只要有TKI在上面 不管哪一個好的壞的那種 Risk的那種RCC 應該都會有效 但是用YP加Nemo 大家記得 在史上世界裡面 Favorable那一群 用YP加Nemo 反正是不好 PFS變得更糟糕 Risk法瑞兵 除了他要糟糕 所以這還是有個差別 你如果要用Pembro在Suten 裡面 不太需要去考慮 這個變的是什麼Favorable risk 或者是什麼YP加Nemo 但是你要用YP加Nemo 你就不應該用在Favorable risk的RCC 最後就是PT 另外表達的高或低 如果用Pembro加Suten 不管你PT也會表達高低 一樣 都很明顯的有效 但是你如果是在CM2E4 PT也會表達高的 其實它的反應率相對會更好 所以這兩個還是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我自己的 我說這個是BIOS 這不是大家不用seriously看這件事情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是Infinity risk 大概Risk RCC 你要用Nemo 1P 或Pembro Acetic 大概都差不多都不會有問題 都是合理的治療 那Favorable risk 你目前看起來只能用 只能用Pembro加Suten 年紀65歲以上 可能不適合用1P 你可能比較建立 用Pembro加Suten 可能會比較好 PT也會表達非常高的 又年輕人 它到Risk是不到0.5 或許1Pembro不錯 但是就價格很重要 1Pembro兩個要加起來不得了 那是蠻貴的貴 那現在如果是Acetic 裡面健保有幾部 就發一個Pembro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價格還是一個可能的因素 那Javeline Reno101 這個在去年1,4毛發表的 一樣 一個Aveluma 搭配Acetanib 也是一樣有 重計的差異 它的Pembro拉得很開 這兩條線拉得蠻開的 Holvo survival 好像快要拉開 又沒有拉開P 是0.06 所以差一點點 不過至少我在想 這個Favor更久一點 應該還是有機會拉開才對 所以目前我以後個人感覺 一個Immune搭配TKI 可能比兩個Immune加在一起 對我感覺來講 應該可能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那這個Response Rate 如果PDM表達高的55% PDM表達低的 the overall population 51% 表示什麼 你如果用一個TKI搭配Aveluma 好像PDM也會表達高低 不是那麼重要 跟前面的那個呼應 前面的Pembro加Acetanib PDM表達高低 好像反應都不錯 所以在這個一樣 類似的一個Finding 那一樣在Favorable 剛剛講過一直在講 Epicaniable 放在Favorable Risk的RCC 不是很理想 但是Pembro加Acetanib 跟這個Aveluma加Acetanib Favorable Group 你可以看都也是偏向免疫飛組 表示什麼 即使是Favorable的RCC 用免疫搭配TKI 一樣 會比追造組的TKI好 所以比輸展好 所以大概這幾個 我想從這幾個那種TKI的臨床試驗 我想大概 TKI加上 那一個免疫的藥物 大概不管哪一個族群 大概都可以cover 大概PDM要表達的高低 好像相對沒有那麼來的重要 但是如果要用Epicaniable PDM要表達高的很特別的好 如果是被Favorable Risk 也不太應該用Epicaniable 那病人年紀很大的 大概也不太是用Epicaniable 這個是好像是劉聲湖的山上 一個叫Riggy Mountain 這個造得很朦朧 這要怎麼造嗎大家知道嗎 這個要用 這個溫北一發的這種靈圓手機 這種HTC靈圓手機 就可以派出這種朦朧了 我女兒用她那種 說明Escara 就造不出這種照片 太清楚了 對很像 不錯 很漂亮 這給大家看 我後面提供幾個實際的 一個現實的例子 這個是特例 這個是例外 每一個病人預計都這麼好 56歲南線ClearSale的RCC 開到是2005年 快到15年前 然後2009年 10年前就Adrenal 廣大 Om的Meta 然後她參加初騰的臨床試驗 那時候剛初騰在做臨床試驗 10年前在做臨床試驗的時候 才吃了兩個月 結果西肝flate up 她就退出試驗爛 去打Interferon 這變成打Interferon 她是個比狗 她方便做HCV 她的RCC還不錯 所以中間也沒有特別去管她的RCC 但是中間做了幾個Metastecum 給她切掉 後來健保給付了以後 變成從2010年到2011年 就用Suten KG區他們 才是有效的 後來參加肺癌以後 就用健保的Evololimus 這個變成運氣不錯 吃了一年半 後來到2012年的時候 PB了 沒有油 她就給她用 那時候剛好有Intellation 客戶就給她用Inhalation 這個就全部有效 三個月就PB 後來就給外産再去開刀 那這個時候 後來我們一月有一個叫TLC388的這種臨床試驗 是Lipotekin的臨床試驗 就無法把她轉到我們的泌尿科去參加臨床試驗 那張主任就給她用這個Lipotekin 用了三個月 就馬上就PB 然後又給她轉回來到我這邊 這時候我給她病人用Acetanib 這病人吃多久 從2013年6月到2015年9月 吃了兩年的Acetanib 最後挺有的因素 是病人覺得她實在復不起了 她實在復不起Acetanib 那時候都還在自費 後來就停藥 我跟底疗 停藥以後 後來有PD 想說這個病人前面用Amarolimus 用了花一年半 效果我覺得那可能Mtol不錯 我就給病人吃Cyrolimus 然後keep她的Sherum 還有我在6以上 因為Cyrolimus 如果超過Sherum 超過6 那對Mtol Inhibition 大概就夠了 所以這個病人就開始吃Cyrolimus 但是效果也有限 所以到最後 用PD了 就去開刀 然後最後怎麼辦 她說 不然你叫不要用Nibolum 那時候是2016年 快要兩年多前 看一下好不好 第八線的治療 這個大家看一下 Acetanib 剛剛玉琦有講 真的要有10mm那麼高 這個病人 從4mmBID開始吃起來 就開始B 開始開始吃 這病人的Nibolum 在這個Mtol Inhibition裡面 兩顆大大顆的Nibolum 在這邊 6月8月11月到2016年 這個病人後來 因為經濟的因素 它不是因為不作用 它是還買不起 後來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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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還有效 後來就每天吃兩顆 吃了一年多 都沒有PD 每天兩顆 這個是1mm 那時候還有1mm 那我只用1mm 每天吃兩顆 吃了兩年 還是有效 所以有些TKI 我就覺得 大家也不用太那麼 像Acetanib 真的在臨床試驗裡面 可以容許2mm 所以你若覺得病人 要自費 還是不難過起來 還是怎麼樣 就看吃2mm 可以 那這個病人是後來 開始用Nibolum 開始PD的時候 這個是還沒有 2016年7月 這個時候還沒有 到11月過了4個月 紅色框起來 兩個Nodule在浪裡面 在Fissure上面 看到那個Nodule 所以跟他講說 又找出新的東西出來 這個肺部就挖過 不知道多少遍了 就想說 最後有個新藥 就Nibolum 要不要試試看 那一樣 這個病人好像也還不到 接近2個月的時候做Follow 就看到這個Nodule 很明顯的縮小 就縮小了 但這個病人 用到不知道幾個 好像7個療程 幾個療程 病人發生AMI 打了4個療程 就12月過了以後 就發生AMI 這很糟糕 這個病人 一直用那些Apilolimus 他病人 他剛剛月姐講 要很注意他的一個什麼 他的類股 他的那個Colesterol 要非常注意他的 他的那個血糖 這個病人到後來就是血壓也高 血糖也高 還不存也高 他吃了一大堆藥 結果他讓AMI 只要說這個是我們弄出來的 還是說他真的會 要不太懂 還是說你以後會AMI 有打IO 有些人還是會有心臟的毒性 會有神臟的卡臺體質這些的毒性 但是病人終究就是AMI 後來就 所以有時候會想到說 如果真的啦 像剛剛講 一個病人用到八線 有個要對他非常有效 他前面熬了10年 用了8種各式各樣的癌症藥物 這樣子好嗎 還是說乾脆大家在做我好耶 小姐趕快就不下去 省著病人要哀那麼多苦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可以思考的地方 只是說台灣健保沒有給付 很困難 要不然 比例子上不應該讓病人熬那麼多苦 熬了8年 熬了10年 夠了7 8種藥 實在不太開這樣子 這是第二個case 給大家參考一下 一個66歲的男性 Clear Cell的一個RCC 在2009年 開了那個Anecrotomy 那在2016年 過了7年才出現 Videal SILENT 跟那個浪的Metastasis 那第一線 當然有健保的舒騰 用了一年多 他就VD了 PD了以後這個病 剛好有機會參加 致床試驗 就用了一個Avirolimus 加上Velentenium 的致床試驗 用了差不多 6 7個月 就開始受PL 但從來用PD 就退出致床試驗 2018年的6月 開始用Avirolimus 但是到了2016年的 去年的10月 他的Line還是在Progration 他的Math越來越大可以 這個時候 我記得他 用Pembro 但是呢 我想說 光用一個像Nivo 你知道光用Nivo的Match 其實他比對照主 其實就好那麼滴滴 所以像我的病人 我都習慣 如果說Avirolim 還可以 還在有剩下 就繼續給他用 所以這個病人 我是給他用Pembro 加上Acetone 那原先的想法 就是每三個禮拜打一次 當作第四線的治療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病人 開始的時候 這個UDS 還在這麼大一個Math 這個打完三次以後 這個病人打完三次 最後就縮掌 變這樣子 其實效果真的是不錯 那我們的Nodeo 打完了以後 就幾乎快看不到 這個Nodeo 就是打完三次的Pembro 加上Acetone 浪裡面的Nodeo 就幾乎不見了 那Mideos Island 還是有一個Mask在 這個真的還是有一個Mask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嚇下去 還會不會再嚇下去 不知道 但是這段智慧 這個現實生活就是這樣 那給我北人說 三十多年來豬子開 他沒辦法 這病人就是給你拖拖拉拉 結果這病人是五個禮拜打一次 他就是五個禮拜 他中間這三個豆子的Pembro 都是Q5week 有沒有效 標準治療是Q3week 他是Q5 他是趕快是五號 一樣有效 所以 所以有時候這個很 在現實世界就是很困難 因為病人他有經濟的考量 他說 他說他媽媽給你聽不懂 我叫我來煮 人家拿他沒辦法 那這個病人呢 看到他很有效 這個病人現在沒有打針 他就吃阿希特里 他說他 他要再回去跟孩子商量 有沒有錢 要不要再繼續做 他說現實生活 我是這樣 沒辦法 你看 這三次一個十一月十五 十二月二十 一月二十四 都超過一個月 不是三個禮拜打一次 所以 所以 到底我們真實世界的 這種 確保一定要怎麼打 我個人 原則上 盡可能是照人家的publish data 豆子盡量照人家一樣 我知道很多的paper都打一百 我也不知道 叫我好不好 我的病人很少這樣打 我至少前面那三個月 那三次至少照標準打看看 有效 我才來驚 如果沒效就好 一開始就打小量 搞不懂 到時候如果沒有效 到底是你豆子太低 還是真的病人真的沒效 那三個禮拜打一次 他電量要達到五個禮拜打一次 這個我也不曉得好不好 提早停要 打完三次他覺得很有效 就停要了 這個實在沒辦法 什麼是要做第一次的評估 如果是像paper 或atendo這種 我想都是打了三次 我個人習慣 打三次以後 等於九個禮拜後 我會做一個評估 看看他有效沒效 NEMO大概打四次左右吧 也是兩個多月到三個月中間 那pb 要不要立刻停要 變大顆了 要不要停要 大家覺得呢 我不習慣會停要 等一下再講一些奇怪的例子 那達到CR了 可不可以停要 全部都消光光了 能不能停要 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KILO426那一個 病的三個禮方試驗 就打滿兩個的pembrol 照臨床試驗規矩 他就停要了 現在只是acetal 還沒有復發 所以在這個臨床試驗裡面 他可以停要 但是在NEMO 當時臨床試驗裡面 是一直倒 NEMO一直倒 沒有挺多 一直倒下去 不曉得哪一個比較好 不知道 那病呢 在出現第一次比例的時候 你也就要給他停要嗎 還是想說 要不要再給他拆看看 要不要再等看看 要不要再怎麼樣 怎麼樣 我們現在在很多人在prostate cancer 會想說 繼續治療到什麼 No more clinical benefit 沒辦法沒用 就治療到真的是沒有藥 真的沒有好處的時候 再把藥物停掉了 在IO 能不能說 盡量治療到病人 No more clinical benefit 其實病人會用到IO 大部分 人家都用鬼 你停要 你要用什麼 我想大概有沒有什麼更好的藥物 我個人會覺得 如果病人經濟能力許可 或許 不妨再多打幾次看看 然後再後續再做追蹤 這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大家都說 Inveal 211是一個失敗的臨床試驗 他都沒有成功 他就沒有病 打他prime endpoint 但是我有四個病人 在Inveal 211裡面打到Artero 裡面有兩個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一個是完全的CR 第二個就是大家來看看這個case 這個病人打到Artero cycle 42的時候 非常不被引起了 你看看 他就是本來 他盡量的時候就是一個 一個parodic 一個大大部分 那後來達到這個時候 其實還沒有安全消 就是一個小小一顆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放射科 一直打pr pr pr 因為 永遠有一個小小顆liphone 都在那邊 所以沒有辦法給他判定CR 這個病人打到cycle 42 在下一次的停步 cycle 46的時候 然後 糟糕 你看到中間 對 你看到他顆liphone 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PD 這不是小小的EPD的PD 那整個一坨的你把他找出來 所以我們的放射科 我們就直接判PD 國外CNN就判PD 但是在Inveal 211裡面 他容許病人說 在PI覺得OK的情況下 可以考慮讓病人繼續用下去 這個病人其實都是新發電費 inveal inveal 211是那個fail的病人 所以你看這個病人用了 cycle 46的時候 PD的以後 那病人其實沒有症狀 我就想說好吧 那再用看看 給大家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這是最近病人的 因為這個 這個inveal 211已經CNN結束了 這個病人還很有效 所以他單獨簽了另外一個合約 繼續給他 繼續拿to 算是病人打到第62個cycle 我不曉得怎麼解釋 就是中間這一顆大大顆的PD了 再往後打 又消到幾乎不見 病人中間發生那次PD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固執套 也沒有什麼什麼感染 什麼跡象 什麼都沒有 就很順利 就是三個禮拜來打一次 不曉得為什麼那一次造起來 就一顆日本龍大起來 但是再過幾次follow 又消下去 現在megaNode 有機會很小很小 不曉得怎麼解釋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是這個病人 divig 21 就是我們site 為了他 重新簽一份合約 繼續供給他 tator 繼續拿 如果真的沒有沒有更好的選擇 或許繼續拿也是一個方法 是一樣 如果這個要治療失敗了 有什麼好方法 tki mto 我想都可以 我個人會覺得 加上RD 或者試試看 tki加CPI CPI加CPI 或CPI加上RBASTEAM 都可以討論看看 這個有幾個data 像carbogenton 你們 如果說前面checkpoint endipid fail了以後 再用這個carbogenton 你們 其實你看都還有40幾% response rate 如果用過checkpointendipid 加上tki 兩個合併使用 失敗了 回來用carbogenton 你們 都還有25%的response rate 所以表示說carbogenton 你們放在救援的時候 其實 他表現其實不差 他表現其實不差 你看他放在遺體裡面 他overweight profit 只有17% 所以表示什麼 這carbogenton 放在IOfair的病人 其實不會太差 還是一個很好的治療 那如果放IOfair 要選擇tki好 還是選擇mto好 這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紅色的框框是mto 是tki 藍色的框框是mto 你看他mto response rate 就是6 6 0 tki 他有20 23 20 所以大概看起來 如果這個IOfair了以後 你後面要用什麼來治療病人 我想我個人建議可能還是用tki 會比較好 比mto 可能要再好一些些 這個是剛才講的心肌可散那個病人 mto後來用用用用用 後來出現新的modium出來 出現這個小小的modium 大家覺得這個黃色箭頭的modium 大家覺得這個像擴散嗎 我們的報告就寫擴散 你新的modium出來 所以後來就當做pd 就停料了 停料以後 就想要換 因為acetamin健保幾副 他這件是因為用到買不起 做停料 後來加了健保 我現在就給他吃acetamin 現在還要吃 他看起來的這個modium 還要消了一點點 至少也沒有惡化 所以IOfair了 我不要忘記還有tki可以用 那這是我另外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是用了acetamin 一直用到他pd了 他先用suten 然後acetamin到第二線 第二線acetamin又到pd 那就可以看到sacetamin 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大的mast sacetamin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的mast 然後失敗了以後 就想說好吧 那他被人要拼看看 我這個還年輕 四十幾歲 想說看有沒有機會去開刀 後來他acetamin 在Nemo打三次 這不太應該 Nemo才打三次 這樣做評估 也沒有人的獨重β 那會做評估 為什麼 因為他會痛 所以以後這屁股會痛 所以就趕快先給他做個CT 結果看起來 大家覺得這個 這一顆mast 跟前面這個病 大家覺得pd嗎 大家覺得是seudo-procreation 我問大家一見看看 這個病人是第二章的CT 第二章的CT 是因為我們Nemo 加acetamin三個療程之後 Q2一個打 這個是規則打 那出現的這個mast 感覺是比前面還大 大家會覺得pd呢 潛舉手 sudo sudo-procreation 好像沒有 對 我也是覺得是pd 因為病人會痛 sudo-procreation 大部分很像不太會痛 他症狀可能會改善 雖然腰症狀變大 但症狀很多會改善 那大部分的procreation 反正90以上 絕對是procreation 不是行動procreation 他這個病人他都跟別人講過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說好吧 那我們來做 反正會痛做電療 他順便 有人現在有些疾患 搭用電療 當胎細胞死掉 就他有一種比較像是高激量 然後short-cost RT 好像會有點幫忙 可以induce 為什麼S-code 所以這種轉天我們放置 怎麼去做電療 那再做了三個月以後 這個tumor看起來中間都necrosis 那也變小顆了 那這個病我們現在已經轉到外科 準備把這科挖掉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primecumor是在哪裡 是在kimi裡面 這小小一顆的nodule 這顆nodule沒有電療 那顆nodule沒有做電療 但是有變小顆 有變小顆 所以這個有些 但是S-code本來在 好像RCC 好像比較能看到這種現象 這個是病人的Reno的RCC 那這一次的follow 他的Reno的nodule 在我們放置的顆 他們就要鼻鼻鼻鼻 真的還是我們自己看 還是真的變得比較小顆 不曉得是delayed response 還是真的有所謂的S-code effect 不知道 但是至少這個病人 好像在讓RT 有機會讓病人去 做一種側底的治療 然後準備去做開高的 所以還是有些辦法可以想 這是我最後一章 如果用那個當地一線的治療的話 cleer sale type 我記得講cleer sale 當cleer sale用IO 可能沒有這麼好 目前RT 看到大概只有20%上下 是跌25%還是10幾%的 response rate 而已 那有一個不是avail 還是哪一個 直接放棄在 當cleer sale的一個RCC 的一個發展 所以當cleer sale可能還是另外一個 Story 大家等多天來看看 那如果是第一線的cleer sale type的話 如果是favorable 你真的要用TKI 用那個shake point EV 一定要搭配TKI 或者用那個EV跟EV 那如果一天變成high risk的話 你可以用shake point EV 搭配TKI 或是兩個shake point EV 加在一起 都可以 那你要用EV跟EV 可能是病人都表達體力會高的 可能這組會是特別可能有用的病人 那duration不知道 要用多久是沒有人知道 那TKI如果fail了以後 CPI 那在T 就是用chake point EV 當作第二線的話 你可以single alone meable alone 這是data有 也是一個國際的標準 那我個人比較會喜歡用 chake point EV的搭配TKI 那在台灣TKI 都可以申請 那如果 現在不能用 再回去用梳產 我覺得應該不會搭配做產 所以 所以我會告訴我個人 然後我比較 如果真的放到第二線 我希望就用一個chake point EV 來搭配一個TKI 那如果真的 真的是失敗 波波 後面可以用TKI 或是搭配剛剛講的像RT 或雖然有人在做細胞治療 反正如果真的失敗 那你要做什麼 我想大概都ok 好 謝謝大家 太久了 台灣風塵泌尿學會 觀星年